投资没有绝对的真理也没有对错 只有顺者为王败者为寇 但是市场瞬息万变 唯有领先市场动足先机 才能够成为股市真正的赢家 欢迎收听股市最前线 欢迎收听股市最前线 节目到中文你邀请到的是 领先去市场温未来 华冠投资跟我们张高老师 David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全国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David高敏章 今天来到了礼拜一 Happy的礼拜一 看到礼拜一很多人说是Blue Monday 今天本来是刷了白点 没错啦 我们很happy 但是我 对 老师我觉得很神奇的是 今天看到盘再刷白点 可能我现在可能慢慢相信 老师你上周把股票 大幅度获利入带 你看我们过去五个交易日 弄出八个掌停 真的很猛 好那问大家 这些表示台北股市都是最强的股票 我们从第一个掌停板的是谁 4961天狱 对不对 然后再来是3035智元 8月12号 这两个都8月12号 然后再到6104的创围 15号 好再来3701大众控 控罢控系列 然后2497一地店 是的 这样才涨了三天就五个登啰 对哦三天五个登啰 然后再来星期三后股到拜喜 3C金鸿 3年3五智元又涨停 有的 到上个交易日上星期五 我们的新股票又涨停 是啊 老师那怎么开卖了 对耶 你为什么要把这些已经大涨 赚涨 赚两根涨停的股票卖掉 获利了解 创新高的股票获利放火大 上周你看我们卖创意的时候 是600块以上 对 3443创意 我卖完已经赚200块以上 我才 是的 老师 真的被你一卖完他就下来了 你看看 380加等于是 全国所有观众听众 有在订阅锁定我们频道的朋友 创意你一定有 你从430赚到600 最高达620块 上星期五 我们直接公开讲 获利了解 有 抠讯也秀给你看 我们在警方直接秀出来 对啊 我说600到了 3680加等于是 获利了解 为什么可以在 上星期五台北股市 你不觉得它有跌 你看不出来 今天台北股市跌150点 你才会觉得 台股好像要修正 觉得有感觉了 但上星期五 David怎么会知道要买 老师你看到什么 而且我还不是只卖一档 对啊 我是把那8个灯全卖了 大幅度的获利入带 那8个涨停我全卖了 而且上礼拜买的这一档股票 我今天早上也卖 说跟台积电有关 只要一开门 对他今天早上大涨 因为上星期五涨停嘛 为什么卖 他今天早上大涨 有人卖我就卖啊 就还问 所以老师你看到的这个 我看得到别人的动作啊 所以我们看到都是落后级标 好那个你们你们看的东西太慢了啦 真的太慢了 可是我教过大家怎么看啊 也是啦 对啊只是你们速度要再快一点点 对 这个速度要把它培养起来哦 要训练要训练 像David这么快也可以 所以你看又快了 动作快了怎么不对 我卖 你知道我创意卖600多耶 对啦 今天剩580 我怎么样都对啊 对 对不对 对对对对 数字会说话 不是数字问题吗 是你已经把200块获利入带了 对 赚到口袋了 接下来David说什么 都对 对没错 你只是想问 老师那你今天有买吗 对你今天有买吗 今天只有卖 没有买 今天只有卖 不用买 就把那个台积电 那一档卖掉 一开门就会要用到 他的那一档卖掉 他昨天礼拜五涨停嘛 今天早上又涨了 快半根涨停嘛 对呀 我又霍露露带了 怎么可以这么的 这是一个tempo 一个节奏 但有具体的理由啦 我们慢慢跟大家聊 好 但今天节目 除了聊这些 让大家轻松获利的股票之外 先跟大家理解一件事 台北股市今天跌100多点 不是坏事 不是坏事 这里本来就应该要回去测季线 老师有说 上礼拜我不讲过了 台北股市加权指数会回去测季线 对有 今天有没有来了 有的 老师上礼拜卖的时候 你怎么知道会测季线 是啊 那你家住你 我就知道了 不单纯 我没有什么不单纯 我本来就知道 有什么不单纯的 好啦 那这个地方 预期待明后天 如果记忆现在破了之后 对不对 哦 又可以来抓美点 对 对 记忆现在破了之后 嗯 你今天还没有叠够 天哪 所以老师 你的标题才这样写 本周一起减便宜 本周啊 不是今天啊 我今天没有买啊 哦 全国所有会员没有门 我们今天只做个动作 哦 卖 博弈老杰 今天不买 这家手钞票 不知道你 你已经赚八个掌停了 可以的啦 哈哈哈哈 我相信很多的好朋友 才慢慢渐渐要回神 老师已经把这八根掌停板 都卖掉了 他忽略入带啊 OK吧 就赚那么多了 可以啦 那老师那今天到底跌到谁啊 今天跌的是电子骨为主啦 毕竟涨多了嘛 这一波真的是涨蛮多的 我讲嘛 比方说创意今天回档 合理啊 我们都已经那个两百块了 货益入带了 200块了耶 对啊 200块放了下跌了 货益入带 今天跌刚好而已啊 对不对 跌回来有再买 对不对 你一定会这样想吧 3680加都很是 我们已经花100几块啊 是啊 对不对 跌回来刚好 没什么 来回这边 可是 还有一个族群 哪一个族群 不仅没有涨 今天又跌了 我就说 哪个族群 我想一下 就是我上次讲过嘛 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吧 天呐 全市场他最悲伤了 明明很赚钱 2615万海今天破敌了 好可怕 这一波完全没涨 我们说要把那个悲伤的音乐 放出来 我就想到另外一首歌 把悲伤 有一首歌是 把我的悲伤 好像是陈生的歌 对陈生的歌 干嘛把悲伤留给自己 其实很奇怪 你们早就应该把船票卖掉了 老师早就已经 我讲很多次了 有提醒给大家了 从去年念到现在了 真的耶 所以每次弹上来 你一定要卖 这一波行情 一反弹的时候 我们讲过 会以台积电为主 有 所以台积电周边的领导 你一定像什么 加登啦 创意这个 你一定轻松大赚 对哦 但是有一个族群 千万反弹要卖 叫做航运 手上有船票的 这个破碟了 你看 而且这一次破碟 还不是只有货柜航 连散装也一起 散装也破碟 因为BDI指数大跌了 好可怕哦 散装也在往破碟走 不管是货柜航或散装一起 这个漫压要比较重一点 而且从现在到 接下来的时间来看 应该都 不会 没有什么机会 因为电子股已经转强了 航运股怎么会有机会 老师那手上的船票的 还在巴望着说 不用再巴望了 讲那么多次了 冬天那个结冰啊 然后航运啊 塞港什么就 你看老师那手衣子那边 是无帮吗 手衣子那边挥挥挥挥挥挥 只是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 如果你的股票 是一个产业循环的 比较快的族群 像电子族群 那一两季就回来了 那倒不是什么大问题 但是航运 你去看嘛 从财报的角度 来来来来 我们来比一比 4961天狱全国会没有赚账账 对不对 全国观众人赚账账 对不对 他这波从110涨到130人 是啊 对不对 有 今天他被股票跌他也没跌哦 对耶 他强强灯 他业绩烂不烂 烂 爆烂 对不对 对 记得吗 记得 七月营收多少 爆烂 年减32% 他的业绩比航运股烂多了 烂爆了吧 没错吧 结果你买天狱赚钱 七月年减32%耶 结果你买天狱赚钱 没错哦 从110涨到130 对 30元 你的航运股 明明很赚钱 为什么不涨 对 我讲过很多次 那是单纯的筹码问题 就像上次我讲过嘛 你说老师那个 那个 那个严董啊 对不对 台华的严董啊 最懂海的男人 不是说他怎么 这些航运股未来还是很好啊 对啊 对啊 呃 董海跟董股票是两毛的事吗 哎呀对啦 对啊 记得很好啊 一直破底怎么办 真的耶 说什么说 航运股是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 是他基本上很好 所以你认为他基本上好 你不愿意卖 嗯 嗯 结果他又破底了 的确 妈呀 你要不要练习 换个角度 哎 其实我那我如果听David的 跑去买这种 什么天狱啊 买资源啊 这一种的 哎我还赚比较多耶 而且短短一个多礼拜 这两个人钱了 有的哦 然后David上星期五 请你获利入待 嗯哼 未来几天我们又有新标的 又可以一起捡便宜 搞不好 又有机会赚账听 对不对 你又多赚一趟了 这才是操作 所以亲爱的老朋友 现阶段呢 操作的确是要灵活 操作一直以来都要灵活啊 然后呢 哎 有些的股票 你真的可以来回赚价差 不是一波爆到底的那一 不不不不 这一次不能一波爆到底 不能一波爆到底 你看你光 你现在一波爆到底 你爆到最后 你就会常买到像航运股这种 啊 因为赚钱你会卖啦 对 但因为航运股一直跌 所以你不愿意卖 你敢买 对 所以亲爱的朋友 现阶段的操作呢 依然是要灵活操作 而且呢 老师的操作 你会发现 哎 老师为什么 上礼拜 这八档股票 这八个涨天 这八个涨天 你要卖 哎 回过头来看 今天老师你卖的真的 水当当当 很漂亮 很漂亮 所以接下来 老师说告诉大家 本周一起捡便宜 想一起跟上 老师 务必电话来直播 都跟上讲话咯 华冠头顾111 金管头顾新字第015号 进广告咯 有机金管米 新上市 豪市集和台湾最大的有机农场 迎川永续农场 携手合作 在好山好水的花莲副里 我们弃作了一片 二十三年来 都在种有机米的稻田 用锈谷软锡 上游 全员灌溉 孕育出 鼓力饱满的 高雄139号稻米 金管米 有机白米 糙米 有机双认证 中广亭有价 四包660元 立即上 好物市集 02-2362-1968 02-66303-231 02-66303-231 恭喜会员好朋友 您跟着 Dave老师的操作 老师给您的操作 清楚又明白 上周短短时间 八根掌停板 获力塞金库 现在满手的信心 今天一样是卖 只有一个动作 就是卖 想跟着我们 一起来剪平 那好朋友们 请务必跟紧 跟好 跟买Dave老师的脚步了 02-6630-3231 上周天域 涨停 支援涨停 创为涨停 控罢控控系列的 大众控 一粒店涨停板 还包括了 3EC的金红涨停 支援再标涨停板 跟台积电的 这档股票 只要开门 就跟他有关的 这档股票 上周涨停 今天一样卖 现在会用好朋友 手上满手的现金 想跟着我们 同步进场 电话直接拨通 跟上咯 02-6630-3231 华冠投顾111 金管投顾 新字第015号 精彩节目 开始咯 开始咯 这档股票 Zither Harp 欢迎你去回到股市最前线的节目 亲爱的朋友 来上周呢 这短短时间八根涨天板 我们纷纷获利塞进度之后呢 今天还是一样卖 所以老师告诉大家 本周一起来减便宜 还有不错的价差可以赚 已经有了明显价差了 是的 所以老师呢 那本周一起来减便宜的这些股票 我们依然是锁定的是 没有确定 没有确定 没有一定 为什么一定要电子 好赚 容易涨停又涨停的股票 逻辑上是这样 如果行情没问题 当然是买电子 但如果行情稍微震荡的 比较凶一点 那它会涨的股票 就不限的是电子 对呀 那为什么一定要买电子 老师那我帮手上有传票的好朋友们 来问一句 我刚不是讲过了 不是 老师那这样子你看你看你看 我们来看 比如说万海好了 没有机会 那你说坛要买 那他 没有坛啊 老师你叫我的 可是常荣跟杨明有坛啊 也对啦 常荣没有坛啊 你怎么买 对呀 所以刚刚 上次那个台华的你懂 不是说这个这些两档 什么闭着眼睛买吗 对对对 你闭着眼睛买买看 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我憋着眼睛 我可不可以先不要睁开眼睛 让我再多睡两个小时 这个是没有机会的 我讲过很多次了 天哪 逻辑很简单 真的走不去啊 我们讲一个很单纯的事实 你说它过去的业绩有多好 这个都是事实 对不对 长荣扬阳明王海 这都一样 货柜散装都一样 但股价永远只反映未来 如果未来会比现在差 那当然是不会涨的 对不对 那你说为什么有些电子股很快就可以反弹 你要我们举个例子 4961天狱 好 期缅营收年减32% 为什么它股价涨了 嗯 大家知道吗 你知道吗 因为它最坏最坏的时候 大概就是这两个月了 就七八月大概就起 就在第三季结束之后 就第四季就有机会上去 最坏的情况已经过了 所以我们可以可预见的未来 天狱这样的股票 明年 今年的第四季 其实到明年之后慢慢 尤其是明年2023年 整个TDDI慢慢优而起来 对 所以它现在已经在反映未来的力度了 所以它已经先发动 先发动了 但航运股显然在明年 甚至在未来几个季度 是看不到未来的 所以它不会长 有 这事实就是如此啊 大家听David的节目 不就是要听事实吗 因为事实会帮助你做判断 没错 这个事实真的是 听下去会有一点点 没有事实总是比较残忍一些些 所以还是得接受这样子的一个事实 那你接受你才能调整啊 没错 就像上礼拜五为什么 老师上礼拜五股票那么强 为什么要卖 对啊 其实都是涨停 卖完之后 老师怎么没股大跌了 怎么礼拜一台北股 已经跌150点了 还开低走低收低 我们现在录这个节目是盘中 对的 但David早上就跟你讲过 会开低走低收低 这不意外 这不意外哦 所以接下来你的操作 你要真的特别小心 而且老师卖掉的股票 你真的不要再随便说 老师你的股票很强我知道 那我觉得他可能有拉回一点点 太少太少 你们要记得 强的股票 长得凶啦 修正的时候呢 也都蛮狠的啦 所以中间会有很大的价差 在我看来很好赚 但你不要说他在修正的时候 太早去接 理解吗 比如说老师 你看上礼拜五创意有620 今天你还真的 老师你卖得很漂亮 现在剩580 580 可是你要想 创意一次可以涨200块以上 他怎么可能只修正一点点 对不对 他一定要先再清掉一些人吗 哦 先把一些人再清出去 这可能正常嘛 你想想人家赚钱的人 怎么想 老师那如果说有些股票他不回来了 那是不是就要 哪一支股票不回来了 每一支都回来了 哪一支没有回来了 好啦也是啦 今天很多股票都回来了 哪一支没回来了 好那 今天会没回来除非看完就涨停了 好老师那 事实已经发生了对不对 对 生美金组成熟饭了 对 生美金组成熟饭了 今天涨体版的那些的股票 我们也不要去想 那怎么看资金有没有回来 怎么看 我们喜欢的族群个股里面 你只能你喜欢的是这种股票 比如说 比方说你要买电子 那很明显今天没有啊 这个礼拜 那比如说 我们刚刚说 上礼拜就有一些资金 比如说反映在一些生计的上面 就有人先知道啦 可是你要想 像何一这种涨停的股票 何一这种利多 你平常人不会知道啊 也对 只是说啦 礼拜五确实那一根红棒 就是有人签进去了 没错 是 看得出来而已啊 所以除了观察 那透露一点吗 你要透露什么 我不太理解你的问题 就比如说某些的资金 可能已经从今天 或者是这两天强势的族群出来之后 就看他们有没有去讲 对啊 那你要看他去切哪里 所以你的问题 因为你没有给我方向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那因为 太笼统了 简单说 上周老师已经有看到一些迹象了 哦 上礼拜五我不是讲过了 你看佳登在 有人在卖 这么明显啊 嗯 创意也是啊 嗯 元泰也是啊 我上礼拜五不是讲过 我说当这种非常强势的电子股 通通都有人开始获利入带的时候 你该理解的是什么 这个盘短线一定会修正嘛 嗯 对啊 还是回过头来 比如说老师常会说 呃 废半这一块 可是上礼拜五 上礼拜五之前 废半没有掉 诶 这样兜不起来老师 你当然兜不起来啊 因为你不知道我怎么看出来的啊 对啊 你看看 你现在是用 事后论想要去兜这个东西 不能这样看 回过头 这样是看不出来的 天哪 你这种只是 这是拿解盘的方法来理解而已 对对对 但他没有任何领先的预测能力 对没错 有领先预测是盘中的东西 翘翘翘在跑就知道了 哎呀是当下哦 所以千万不要如果你不是那种 即便是你可以每天看盘的好朋友们 这种你可能这么细微的一些妹妹嘎嘎 你可能也抓不出来 老师那如果说上有看到老师之前录的那些影片的话 嗯 会看得出一些端倪吗 看得出来啊 所以 你凭什么在盯就看得出来啊 哦 哦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平常盘中我们这个时间稍微看一下盘 对对对对对 因为你比方说 你知道台北股市这一波最强一个股是谁 对不对 那以台积电为首的电子股 涨多了 像创益 像 像智远 像那个 380加登 这个很明显上周五都有经有获一老杰的那种迹象 你看上礼拜五第一个最早开始开卖的是加登 嗯 你看加登上礼拜五一cross就很明显 所以你再回去看 元泰也有 省准也有 創意也有 就全部都是創新高的股票 上禮拜他是創高之後 然後由紅翻黑 對沒錯 你看他那個十點前掉下那個就知道 那就是了 你看到這個的時候 你就去檢查其他的股票 就是喔 我會了解 一起賣 就這樣很快 確實執行馬上賣 就會了解啊 就像上禮拜五狂賣就這樣 真的真的上禮拜五真的動作蠻多的 所以把資金收回來 我們現在會用好朋友手上 其實你上禮拜五聽我的話 會了解或今天早上看完節目 你也跟著我們一起會了解 今天台北股是殺下去 你會非常輕鬆 你的心態是什麼 騎腳冷水手 對不對 騎關關看要燒台 他們殺了差不多 我們再回來剪就好了 看你們何時結束 你們K完了我再來剪 這心態會變這樣 不一樣 不會說現在我 這就是贏的心態 對 所以贏家都是少數 所以為什麼 每次老是看法 你會發現 為什麼每次都很老心 才才這樣 你就明知道 今天會 你上禮拜就不好 對 你當然覺得很正常 真的 所以親愛的朋友來 接下來老師 會出手 明後兩天 會出手 會啊 我現在 這麼多現金 當然會 當然會找機會出手 所以親愛的朋友 如果說你這一波 你發現到 老師的操作 的確跟別人不一樣 或者是說 你也認同 Dave老師的操作 接下來明後兩天 會出手 本週一起來撿便宜 這個價差出來 我們就可以 還沒 現在還不是撿 還沒 我還沒買 不要急 老師還沒出手 老師出手 你這來出手 或者是說 你也想跟著老師的 抠虛內容 一個口令 一個動作的好朋友們 趕快電話來 做波動 跟上腳步就對了 節目中的 再次感謝Dave老師 來到節目當中 OK 謝謝評話 謝謝全國好朋友們 未來幾天 咱們一起剪甜衣 華冠頭骨111 金管頭骨 新字第015號 進廣告囉 我想要 聲音好的小收音機 我想買一台 好收音機 送給爺爺 我在家裡 到處都要有收音機 走到哪 聽到哪 我自己也想要 有一台收音機 中廣嚴選 山進收音機 新機上市 PRD32 數位選台的 鬧鐘收音機 造型可愛 方便輕巧 還有立體聲 雙喇叭 中廣獨家販售價 2000元 請上毫無市集 網站選購 02-2362-1968 02-6630-3231 02-6630-3231 五天八個燈 上週五 Dev老師帶著 會員好朋友 大幅度的獲利入貸 那麼今天一樣 一個字 賣 想跟著我們 本週 趁著台股回檔 一起來撿便宜的 好朋友們 請您務必電話 來做播通 因為現在 會員好朋友們的手上 是滿手的現金 滿心期待 就等待Dev老師的指令 一個口令 一個動作 然後呢 按照Dev老師的 操作節奏 彎腰撿便宜的股票 本週 我們要趁著台股回檔 一起來撿便宜 想把握 想賺 想跟上 喜歡掌停 又容易飆掌停的 好朋友們 務必電話不通 跟上腳步囉 02-6630-3231 02-6630-3231 華冠投顧所推薦分析之 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提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神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華冠投顧 111今晚投顧 新字第015號